稻田里一堆堆拖完谷的稻草 看着农民先抽起一小数的稻杆 再抓起整把稻草顺手一个缠绕 完整的稻草树就完成了 这一重一重的稻草树 是一项割稻后农民必做的传统记忆 而这一束束的稻草整理完之后 可以活化功能再利用 只是现在科技进步的时代 种到的农民也越来越少 因此这样大家一起竖着稻杆的画面 已经很少见到 收割后的稻草 在以前用途非常非常的广 不管在山里 平原 海上都用得到 我们记忆最深的就是草鞋 以前不管农民 渔民都是要穿草鞋 当然绑草鞋这个记忆现在几乎快失传 再来就是说农民以前都是用大造 都是用木材 煤炭 那稻草是一个很好的等于是起火的一种材料 超硬 这些整理过后的稻草树活化后的功用 从最普遍的绿肥到古时候煮饭生活的燃料 还可以加工变成农夫工作穿的草鞋以及凉锡 意想不到的是编织成较厚的草息 还可以用在海上成为飞鱼产卵的最佳处 可以说是功用非常的多 而农民表示树草的记忆其实不难 大家都会要传承的其实是这些草树活化之后的用途 每一项都是仙人流传下来的珍贵聚会 不但是日常生活必备的燃料 还是韬客爱吃的飞鱼软的产软处 即使是这项记忆即将失传 位在金山阳金公路旁的这群农民 也还是要坚持延续传统 将智慧传承给下一代 记者廖品涵金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